提醒美国华人注意 新冠病毒主要会损伤下呼吸道 并且增加瘾菌子的肺部与呼吸道疾病风险 因此趁着暑假开始戒烟计划是最好的选择 另外食物也是创造度假感觉的好方法 不只透过网路就能轻轻松松在家制作各国美食 并拍照发布在社群网站上与亲朋好友分享 借此也让他们知道自己正开始无烟生活 如此一来不但能充实自己的生活 更能获得亲朋好友的支持增加戒烟信心 除此之外ASQ华语戒烟还建议引君子 可以透过游戏竞赛的刺激感来忘却烟影 拿出桌游找出棋盘或是与家人一起连线对打手机游戏 都是不错的方法 这样也能趁机学习新科技的机会 例如学习如何手机自拍使用搞怪滤镜等 借此保持忙碌从而摆脱烟影 为了帮助想戒烟的观众 ASQ华语戒烟还提供华语戒烟专线 透过戒烟顾问的电话咨询 免费提供各种戒烟协助 观众查询更多讯息 请洽ASQ华语戒烟专线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